你好各位观众我是黄明明 欢迎收看今天六月二十七号公示晚间新闻 马上带您看立法院临时会 今天审理十二年国教的相关法案 朝野党团针对高中免学费的排付条款 进行拉锯战 但是下午还是在国民党立委的人数优势之下 表决通过 立法院院会下午针对十二年国教母法 高级中等教育法草案进行审查 要求暂缓十二年国教的台联党团 占据主席台北格 在国民党立委上前劝说下退席抗议 由于朝野协商没有共识 愿会进行表决大战 首先表决的就是排付条款 今天政府没有签的时候 请把钱用在导火上面 等政府财政转好 尖锋席过了 我们再来免学费 不过在党团认为二十几亿预算不多 却影响国家诚信与国民教育学生的拼等权益 你连区区的二十五亿你都筹不到 请问你有什么资格担任行政院院长 你应该辞职下台 向所有台湾人民道歉 一个国家区区二十五亿 可以把国家的诚信完全摧毁 最后在国民党团人数优势下 三读表决通过排付条款 高级中等教育将以一定条件 采免学费方式办理 另外院会也二读通过 民国一百零三年度免试入学名额 应占各校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各就学区总名额百分之七十五以上 逐年提升到一百零八学年度 总名额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完全中学职生部分 国立学校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五 私校从一百零三年度不得高于六成 逐年递减到一百零八年度 不得超过五成 并授权各学区定定更严格比例 另外上午朝野习商也同意附带决议 要求教育国防两部会商 在八年内让教官回归国防体系 全面推出校园 并赋予学生代表 列席校务会议的权利 记者张熊 吴家宝 SNG小组 台北报道